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站在风口,猪都能飞 这句话放到咱们现在的A股市场再合适不过了 上一周重磅消息不断 其中有两件事我们广大股民朋友必须知道 因为这两个话题也将是接下来市场的绝对风口 第一个就是华为的鸿蒙2.0系统将在6月2号正式发布 下一周的炒作热度不亚于去年的碳中和 那么第二个通货膨胀的到来已经无可避免 短期更是会对大宗商品造成极大的冲击 并且持续时间可能会非常长 我们先来解读第一个消息 6月2号华为的鸿蒙2.0系统正式发布 这一次是直接覆盖手机的移动终端 也是正式的打破了苹果的iOS和谷歌的安卓的垄断格局 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 根据专家预测 截止到2021年底 装备鸿蒙系统的设备数量就能达到3亿台 在我们A5市场 华为概念一直都是万众瞩目的题材 主力对它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片 2020年9月鸿蒙2.0推出 华为概念大涨 2020年12月鸿蒙2.0测试版本问世 华为概念大涨 2021年5月鸿蒙生态大会 华为概念还是大涨 我们可以看到 每次鸿蒙系统有实质进展性的消息的时候 相关概念板块 股价都会有一波不俗的表现 而针对6月2日这一波鸿蒙的2.0的发布 概念龙头某润合已经起飞 各种机构也是入住的比较明显 还有人提出 这个股票能够对标小康 今年三个月四倍的那波涨势 但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想要入室还是要有自己的判断 不建议大家盲从 但是这一波行情毋庸置疑 因为一旦龙头某打出了赚钱效应 主力就会进入深入挖掘 题材行情必然是紧跟其上 鸿蒙生态受益果 包含芯片半导体软件 物联网设备 合作伙伴等等 设计面是非常广泛的 目前已经有部分的相关受益果 已经完成了初期上涨发酵 下周若是震荡调整 就是分期低息的最好机会 相关产业链 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图片 大家可以下去做个参考 好 那我接下来就重点来聊聊 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 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 那震惊全球的6万亿美元是怎么回事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美国提交的6万亿美元是年度财政预算 与财政刺激计划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这个消息是上周五传出来的 拜登政府提出了6万亿美元的财政预算 市场舆论当时就炸裂了 怀疑美国是不是又要印钱了 但是这纯粹是财经媒体的自嗨 这是拜登政府准备要明年花的政府预算 不是购买资产的钱 更加不是放水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那么6万亿美元夸张吗 要我说不多 可能还不够 耶伦的原话是说 这个数字太少了 应该提出更多 因为现在美国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 预算做大是好事情 未来执行效率会更高 所以欧美股市大宗市场都不怎么激动 反应也很平淡 不过通过这个事件 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件事就是 美国又开始着手大搞经济复苏的事情了 上周外资的大幅流入 未来流入只会更加的夸张 我个人的观点是 在这次的通胀逻辑下 黄金是最好的方向 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歇菜之后 黄金归位通货之王 加密货币的暴利阶段结束之后 原本配置加密货币 对冲通胀的资金 很可能会回流到黄金里面 而且 有敏锐的黄金交易商近期发现 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 最近一直以异常高的溢价出售 这就表明 各国央行正在重新开始购买黄金 以此来应对必然到来的通胀 那么我们转回A股市场 黄金中下游的产业都会迎来一波行情 目前市场最高标的基本面龙头 就是赤锋 提前与板块调整并放量拉升的 就是银态 那么有色综合的龙头 就是紫金 这些板块龙头 值得大家多留意一下 本视频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大家有不同观点 可以在留言区提出来 好的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